大家好,我叫Marco 今天我是第三次来到深水湾拍摄钓鱼影片 上几次来钓鱼收获都不错 上一次我还钓鱼斑 今次我当然是回来钓鱼 上两次流水又不错 今天又预中十九流 每次的十八、十九流 初三、初四流都很难钓 如果出艇都多数是打龟多 勉强在这里试试有没有鱼钓 本集亦有提供字幕 请大家开启 我今天选用的是YGK 2.5毫斯 用5g波子圆 小勾勾粒虾肉内钓 用虾肉做鱼鳥 由于因为是白色 所以会引起泥蜂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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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蜂 过多半年回来钓 我想到时应该有十二至十四两重 如果隔下想第一时间知道我去哪里钓鱼 有什么鱼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完频道 记得开启右边的铃铛 这样便会第一时间收到我的通知 intellect handled 现在这些鱼都仍未长长 之前艰钓釣少了更多鱼蜂蜜 鱼粥有5-6两一只 这些石蟹回家蒸来吃 非常鲜甜,很好吃 不过这一只都是放生 这个位置有很多火点花 每次都钓到几条 如果预了一条大的就好了 今次钓鱼已经差不多到尾声 今天已经选到流水涨尽才来 大小小的鱼完全不开口 今次只钓到鱼仔 大部分都是放生 玩了两个小时 我只拿到5-6条鱼走 留回家煮到一餐汤 今次很大程度是流水问题 很多鱼都不肯开口吃鱼 让我再看看流水表 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再来釣鱼 今日我的影片分享 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给个like 多谢大家收看和支持 我会再给予一次釣鱼 除了订阅我youtube频道之外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给个like我 分享出去给朋友 又或者在下面留言 除此之外 我亦欢迎大家可以去Facebook 搜寻 首思钓鱼交流群 和其他网友一起聊聊天 分享下鱼获相片 又或者交流下钓鱼心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